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22行到第30行 After his dream came true, Billy seemed to get stronger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好,那说呢,after,在什么什么之后 After his dream,主词呢,就是梦 在他的梦想呢,came true 我们说came true就是表示实现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呢,是以梦想当主词 我们说呢,a dream,然后呢,comes true 对不对?好,但是这是所谓的梦想呢 当主词的时候 那当我们说呢,一个人 他呢,实现了他的梦想 那这个时候呢,是人当主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可以用realize这个字 然后呢,once dream 他实现了他自己的梦想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realize这个动词 好,所以呢,主词是人 还是梦想的本身 同学呢,要先掌握住 所以他说呢,这边有个时间副词,指句 在他的梦想呢,成真之后 啊,就是came true这边指的是成真 Billy seemed to get stronger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用法 啊,seem这个字呢,也是常常看到 后面呢,接补定词表示呢,似乎如何 所以呢,比利呢,他在 自从他的梦想实现之后呢,比利似乎呢 get stronger,变得更强壮了 啊,strong这个字呢,呃,是强壮的意思 加er,是所谓的比较急 he lived three months longer than the doctor had predicted he lived,好,lived,这边指的是活着 他呢,活了three months longer 三个月长,也就是说多出三个月 原本呢,三个月前就应该要过世的 结果呢,他多活了三个月 three months longer 看到这个er,就知道他是比较急 有er比较急,连接词就要搭配them 跟什么什么来比,所以呢,他比谁呢 比这个the doctor had predicted 他比医生当初所预测的 还多活了三个月 多存在了三个月 好,那这边呢,音底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来,各位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跟lived,好,他是两个动 这是动作的意思,是活 那后面第二个动作呢,是在 van所引导的这个子句 好,那引导的这个子句呢 那你们发现这个子句里面的 另外一个动词就是predict 那这两个动作 其实我们都发生在过去 但这边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第二个这个动作呢 要用过去完成式 为什么要用过去完成式呢 当我们一个句子里头 它有两个动作 而这两个动作呢 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时候 而且这两个动作 有先有后的时候 那个比过去再发生更早的那个过去 那个过去的动作 记得要用过去完成式 好,再说一遍哦 两个动作都是发生在过去 有以前以后 比较晚发生的 就是比较接近现在的那个动作 我们要用过去式 那比过去式这个动作发生更早的 那我们就要用过去完成式 那过去完成式就是head 后面加上一个过去分词 所以我们来看 它多活了三个月 比医师 比医生们当初所预测的 它一定先预测说 它快死掉了 结果后来它发现呢 它还多活了三个月 所以预测这个动作 比活着这个动作呢 早发生 而这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 所以呢 我们那个发生在更早的那个动作 记得要用过去完成式 好,所以呢 它比呢 当初医生们所预测的 还多活了三个月 好,那接下来 Indy呢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 predict这个字 好,其实predict这个字呢 它其实有自首的 一个是pre 大家蛮常见的 一个是dict 那其实这个pre 其实就等于所谓的before 这个dict呢 就是say 就是说 所以呢 什么叫predict 就是呢 你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先把这个结果 你预测的结果给说出来了 这个字就是predict 它的意思 我们就翻成所谓的预测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then one night his vital signs began to drop and the nurses called billis family to the hospital 好,它说then 然后呢 one night有一天 开始要戏剧性的转折了 对不对 his vital signs 什么叫做vital signs呢 vital是跟生命有关的 那vital signs sign指的是一个 迹象的意思 好,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vital signs 指的就是所谓的 生命迹象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看过很多电影的时候 看过很多所谓的 那个急诊室里面 电影都看到了病人 他身上会插贴了很多 那种圆圆的 那个感应器 那有一条 有很多条线 然后呢 装在一部机器 那机器上面有个荧幕 会显示出呢 你的脉搏 或心脏跳动的 那个频率 那个机器 它就显示出了 你的vital signs 好,所以呢 然后呢 有一天晚上呢 它的生命迹象呢 began to drop 我们说呢 开始怎么样 begin这个字 我们知道呢 begin这个字 跟start 其实呢 这两组词呢 可以当成是同一组 它可以接 所谓的不定词 它除了可以接 不定词之外 其实呢 我们知道 它还可以接 所谓的动名词 在后面接动词 叫ing 它两个意思是 是一样的 可以互换的 然后有一天晚上呢 它的生命迹象呢 开始下降 drop 如果你看过那种 电影的情节 你就知道 对不对 那个生命迹象 它是跳动 那到最后呢 当然如果 死掉的话 心脏停止 它是持平的 对不对 那这边生命迹象 开始往下掉 那它的意思就表示呢 开始呢 已经不太行了 生命迹象 开始下降了 那drop 这边 它是一个不急舞动词 表示下降的意思 and 然后呢 the nurses 这个护士们呢 就 called Billy's family 他就打电话给 Billy的家人 把他们叫来什么地方呢 to the hospital one nurse called the fire chief 他说呢 其中呢 有一个护士呢 就打电话给 这个所谓的 消防局的局长 she asked if a fireman in uniform could come to the hospital to be with Billy 好 所以那就问了 一件事情 注意哦 问这个字 它是一个 急舞动词 既然它是 急舞动词 那就表示它后面 一定要接一个 名词当受词了 好 来 所以这边呢 来 帮各位 稍微说明一下 好 这个asked 它是一个 所谓的 急舞动词 vt 那后面呢 要接受词了 那这受词就是 由if 这个连接词 所引导的 一个名词 指句 那印第奥科北 讨考的同学 请问一下 这个if的翻译 我们中文在 翻的时候 是翻成 假如 还是翻成 是否呢 同学 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if 到底是假如 还是是否呢 好 所以这边呢 就很重要了 来 我们看一下 if这个字 如果后面 接主词 接动词的时候 它是当作 所谓的 名词 指句的时候 这时候特别要注意到 这个时候 我们中文的意思 就要把它翻成 所谓的 是否 翻成是否的时候 它就可以等于 所谓的 whether or not 的句型 whether 后面接主词 接动词 or not 那这or not 我们可以把它省略 那这个时候的if 我们要翻成 所谓的 是否 但是当这个if 如果呢 它呢 后面接的是 所谓的主词 接动词 这动词 其实是所谓的 那个假设语气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 它的作用 它的功能 它的词类 我们中文 就是所谓的 副词指句 注意它是一个 副词指句 副词指句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 假如的意思 那当然是 假如 假如就不可以 等于whether or not 的句型 它只有当作 是否的时候 才可以等于whether 而且它当作 名词指句 那我们知道 名词的功能 是什么呢 就是当主词 或者是当 所谓的 售词 好 那这边 你会发现 它就是当 极物动词 asked 后面的售词 好 所以那这边呢 你就知道了 它这边 它其实 if所引导的 它是一个 所谓的 名词指句 由if 所引导的 名词指句 在这边 当作 极物动词 asked 这个极物动词的首词 所以它就问了一件事情 好 所以这边 注意哦 不要翻成假如 我们要翻成是否 它就问说呢 是否 a fireman 一个所谓的 消防人员 什么样的消防人员呢 in uniform 好 注意哦 这个in 我们刚才已经有学过一个片语 dress 抹人 in 什么样的衣服 所以这个人 后面接个in 后面接衣物的话 表示呢 着装 穿着什么的 什么人 所以这边呢 if 是否呢 一个消防人员 什么样的消防人员 不是穿着便服 是穿着消防员的特有的服装 制服的消防人员 could come to the hospital 是否呢 可以来到这个医院 to be with Billy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片语叫 to be with 后面接人 表示呢 中文 我们把它翻成 所谓的陪伴 陪伴什么什么样的人 to be with 和什么什么人在一起 所以呢 他就要求 他打电话 给那个局长 问说 是否有没有一个 可以请一个 穿着消防人员 穿着 是否有一个 穿着制服的消防人员 可以来到医院呢 陪伴 Billy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呢 the chief replied we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各位有没有发现 讲到这里呢 这个we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 所以那个chief呢 局长呢 就回答 reply这个字来 我们看一下 它的原型动词呢 是reply 它这个动词 它的意思呢 我们就把它当作回答 或者所谓的回复 OK reply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局长呢 就回答 回答什么呢 各位没看到 这边两个 两个引号出现了 这个引号 注意哦 距离很远哦 所以呢 这两个引号之间的 都是表示这个局长呢 他所回答的内容 所以相当的常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呢 那个局长呢 就回答到说 我们可以做得比那个更好 这个that指的是什么呢 A指的就是前面说 穿着制服的消防人员呢 来医院陪Billy这件事 他局长就说了 我们可以做得比那个更好 他说呢 will be there in five minutes be there 就是抵达那里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be there 好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所谓的 抵达 抵达那里 或者是到达那个地方 好 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呢 好 各位这边看到 介细词 in five minutes 介细词我们用in 那这边的用in呢 我们在后面 加一段时间的时候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n在后面呢 加上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在什么什么之后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在五分钟之后呢 就会抵达那里 那这个那里指的是哪里呢 当然指的就是医院了 好 这边提醒同学 介细词要用in 好 在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会抵达那里 but 但是呢 哎 局场开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哎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复词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复词词句了 when you hear the sirens screaming and see the lights flashing 各位 这边是一个由when 所引导的一个时间复词 用来修饰后面整个句子 他说当你呢 听到 注意哦 这个听 这个听是一个所谓的感官动词 对不对 听到什么 或者是看到什么 听 看 这两个动作 都是属于感官动词 那感官动词呢 它有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 后面遇到动词的时候 它可以接所谓的动词加ing 也可以接原型动词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所以这边的hear 你们发现 它后面接了所谓的 screaming 尖叫 see 它后面接了所谓的flashing flashing就是所谓的闪 闪光的意思 闪动 闪光 我们英文就念成flash 所以我们知道flash呢 是那种闪 那个灯光在闪烁 我们就叫做flash 所以他说呢 但是呢 当你呢 听到这个siren 这个siren 指的就是 那个警笛 当你听到警笛在 scream 这scream 这个字原本的意思 是尖叫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说呢 原本是很安静 你突然间有个人尖叫起来 会把你给吓到的 然后呢 警车呢 为了要避免 为了要引起路人的注意 不要因为他们赶着 要去救人 为了要去灭火 所以他警笛的声音呢 警笛是因为很大 就像是在尖叫一样 要让附近的人呢 能够听得到 所以呢 当你听到呢 这个警笛呢 在响起的时候 或者是看到那个light 我们知道警示灯 那个消防车上面呢 或者是所有警车上面 都那种蓝红蓝红的 消的那个灯 会闪烁 好 所以呢 当你看到那灯光 在闪烁的时候 好 所以呢 当你看到这儿 当你听到跟看到的时候 当你这两个动作发生的时候 please 好 这边是一个起始句 各位看到 announce这个字 它announce的意思呢 叫做宣布 好 它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呢 叫做宣布 好 它说呢 请你宣布 好 它把这个you 给省略掉了 因为呢 它是一个起始句 好 所以呢 请你宣布 宣布什么呢 宣布一件事 好 所以这边的announce 你就知道了 它当作一个 急误动词 好 它的中文 我们就翻成 所谓的宣布 宣布什么呢 宣布一件事 好 这个一件事 就是由that 所引导的名词 此句 there is no fire 并没有失火 医院呢 并没有火灾 所以呢 你要透过广播 跟里面的病人 或病人的家属 或者是工作人员 宣布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没有火灾 请大家不要紧张 所以呢 当你听到 那个所谓的警笛响起 正在响 还有看到了 那个警示灯 在闪烁的时候 记得你要跟 在医院里头 要宣布这样子的消息 It's just the fire department coming to see one of its finest members 这只不过是 is just 这个just 就仅仅指示的意思 好 那指示呢 什么事情呢 the fire department 就所谓的消防局 我们英文念成 the fire department 好 这department干什么呢 coming 好 注意哦 coming这边是一个 现在分词 好 它原本是 which comes的意思 好 所以呢 这边coming to see 好 这边的coming 其实就是等于什么 就等于 which comes 好 那这边呢 为什么会等于 which comes呢 which comes to see 好 所以呢 这边的 which comes to see 就是呢 我们因为这个 which 我们可以把 连接词给省略掉 那因为这边 com是主动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个com改成 coming 变成一个 分词构具 分词构具的写法 所以呢 它这指示呢 那个 所谓的消防局呢 他们来 来干什么呢 来coming to see one of his finest members 来呢 看他们一位 就是他们下方 举例面 一个最优秀的 伙伴的 其中之一 one of 就是其中之一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就讲解到这里 由于